你想知道吗?当酒店退房时,这三件东西必须带走。 清洁阿姨说不带走,是傻瓜。 随着近年来,国民收入的增加,经常出去玩,很多人会利用假期时间旅行,不仅可以拓宽视野,还可以看到不同的当地习俗。 出去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住宿问题。 经过一天的玩耍,我们肯定身心疲惫。 如果我们有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,这可能是一件特别舒适的事情。 因此,人们非常重视酒店的选择。 如果我们在酒店退房,我们必须把这三件东西拿走。 清洁阿姨说,不拿是傻瓜。 首先是酒店准备的一次性拖鞋,虽然这种拖鞋没有价值,但穿得很舒适,在酒店不穿,可以带回家,有客人来的时候使用。 然后是酒店准备的一些茶叶,饮料,这些东西是免费提供给人们的。 每个房间都会提供矿泉水,也是可以带走的,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房价里了。 最后就是洗漱用品,比如牙膏牙刷、沐浴露、洗发露等等。 这些洗漱用品都是独立包装的,方便携带,不拿走,真是太可惜了。 还有一些比较高档的酒店,还会为客人准备一些小小的奢侈品,你不带走的话,酒店保洁工就会带走或者留给下一个客人。 既然已经付费了,不拿白不拿,如果是你,你会拿走吗? 欢迎留言评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战子 转发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个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